接着来看到受到美国2月份CPI表现激励 美股在一扫阴霾三大指数全大涨超过1% 美股周二全面开红盘 道琼指数大涨336点 纳斯达克大涨239点 涨幅超过了2% 开盘前美国公布了2月份CPI的最新指数 年增6%符合市场的预期 那大家也认为美股现在深受激励由黑翻红 尤其银行股强势反弹 一扫日前因为矽股银行倒闭引发的阴霾 那现在外界预期联准会可能会放缓升息的脚步 以稳定市场作为目标 赶紧